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易又称为易经 这个名字大家都听过 一提到周易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其实如果你真正了解之后 这个神秘的面纱也会向你敞开 下面我们先讲一下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周易 在咱们国家大概有历史系的学校不下160多个 而选了周易作为本科一年级的学习对象的 据我所知现在为止只有我们学校北师大和北京大学这两个学校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它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要深入的了解中国社会 那么你必须得了解周易 为什么这么说 在我们的这个中学中国历史文学的这课本里边 那个前沿的是我写的里边有这么一段话 我给大家念一下 我觉得这段话呢 就说明周易和古代中国社会之间 是一个什么关系 众所周知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 五经就成为历代选官取士的必考内容 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汉武帝的这个独尊儒术之后呢 他立五经博士 所以这五经就成为历代选官取士的必考内容 五经就是师叔礼仪春秋 这咱们大家都知道 从那以后 两千年以来 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位知识分子 特别是管理者 就是咱们说的当官的 与各方面的杰出人物 无不自幼苦读经书 将其内容烂书于胸 中国封建社会 国家机器的各层管理者 从天子到大臣 乃至献乡官吏 亦无不尊奉经书 作为其统治的最高指南 四书是南宋大理学家朱熙选定的 朱熙的四书章句集注 也成为后世知识分子的必读之书 那么这个四书 什么时候成为考试科目呢 是在元代 元代的这个黄庆 黄庆二年 就是元真宗的时候 是公元1313年 到现在呢 将近是七百年了 七百年前 这个元真宗的下诏 定考试科目 就是大学论语 孟子中庸 在这四书里边出题 而且要用朱熙的章句集注 从此以后呢 考试都在四书范围里出题 到明清 这个几百年呢 一直是连用这个例子 所以呢 四书对 中国六百年封建社会的影响 也是其他文献 所无法比拟的 四书五经的思想 已经融化于千百年来知识分子 特别是国家各级管理者的 血液之中 成为指导他们处理一切 国政大事的最高原则 从这个事实得出的 必然结论就是 五经后期报告四书 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 发展影响最为深刻的文献 因此也是我们应该 首先了解的内容 所以啊 这个不懂周易啊 实际上你是很难真正的 深刻的理解中国社会 这个指导思想 咱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文献大命中 毛泽东思想的地位 就是周易在封建社会的地位 就相当于这个文科中 这个毛泽东思想 文科中呢 这那会儿搞这个所谓红海洋 造神运动 早请示网汇报 这个做什么事情啊 都要念毛主义录 有一个项上里就说嘛 这个打酱油 这个买酱油的人说 这个要豆丝必修 我买一斤酱油 那时候后员说 为人民服务 一毛三一斤 就是这样 这个当时还不只是毛泽东思想的 在墙上整个能够写字的 所有写字的地方都涂红了 然后上面写毛泽东思想的 然后每天呢 早请示网汇报 每天早上起来用毛泽东思想的 这个对着毛泽东思想 然后这个喊那个祝父毛泽东思想的 万寿无将万寿无将万寿无将 祝父 祝父主席身体健康 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这些 这些其实是封建社会的一些 遗存 它不是不属于无产阶级 但是在网纳大命中呢 这些东西也是比较泛滥 说这个例子呢 就说明这个指导思想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是统帅一切 就是做一切事情 首先就要想到 这个 在网纳大命是想到这个毛泽东思想 在这个封建社会呢 主要是想到这个经书 经书里怎么说的 我们就应该怎么做 这个就叫指导思想 所以呢 这个咱们也都知道 古人呢是从三岁以前 就开始背经书啊 刚才开始 这个压压学语 就开始这个背从经书 所以真是融化在血液之中的 因此呢 这个 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啊 影响中国社会最深远的 一种书是什么 有人说是论语 有人说周 说这个周易还是自重建啊 那么我觉得周易的影响呢 肯定比那两种书更为深刻 这个呢 咱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说明 它这个周易呢 对中国社会影响极为广泛 刚才咱们已经说了 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作为这个官吏 作为管理者 这样你从小呢 他这个要科 以前是科技考试 科技考试内容呢 就是 就是五经 所以呢 他必须得了解 周易的思想 其他方面呢 还有很多 比如这个周易呢 对中国的科技 也有很深的影响 对文学 史学 艺术 建筑 这个建筑呢 含风水 还有呢 就是军事 这个周易影响也很深 这个古代的君臣呢 也经常讨论 讨论这个 用周易呢 作为这个指导思想呢 来讨论这个统治术 如何统治 你比如这个赵匡印啊 和这个王赵素啊 这个史书里都记载 他们就讨论过这个周易 还有呢 就是中易 中易和周易呢 实际上是同源的 中国古代呢 所谓一一同源 中易的思想 这个和这个周易呢 是完全是一个思想体系 他和西易是截然不同 周易呢 还是数数文化的总源头 什么叫数数文化 这个咱们看一下屏幕 这个数数 就是算数的数 搁在前边 数字的数呢 搁在后边 这个数数 词源上是这样解释的 用阴阳五行 深刻制化的数理 来推断 人士吉凶 比如 武士 占人员 占人猴 心灵 等等 用比较通俗的话说 就是古代的预测数 还不只是古代的算命数 因为它预测呢 比这个算命还要广泛一些 它不但是算命运 而且可以算具体的事情 所以 古代这个预测数呢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有各种各样的体系 这样呢 它形成了呢 在中国呢 其实形成了一种数数文化 这种数数文化呢 这个 据我考察 所以呢 我在一篇论文里边 我写了 写了这么几句话 就是从这汉武帝啊 独尊儒数以来啊 近两千年里呢 儒家正统文化 一直在中华大地上 占据着统治地位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四书五经 但是 在这个主流之下 也不断涌动着 一股强大的暗流 那就是数数文化 在广大的平民百姓之中啊 这种文化的影响力 在许多方面 丝毫不逊于 儒家文化 甚至在某些方面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咱们 随便想想就可以 就是到现在 也还是这样 就是说在这个 民间老百姓啊 你别到农村去 这样农村 咱们都说这个 老百姓比较迷信啊 其实迷信里边 很多东西呢 它是属于这个 数数文化范畴的啊 当然哪些是迷信 哪些不是迷信的 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啊 需要鉴别 所以这个数数文化呢 对中国历史呢 影响确实是十分深刻啊 几千年来啊 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比如 这个 这个 奇门遁甲 大六人 太乙术 这个三种呢 在 古代呢 被称为三术 遁甲术 六人术 太乙术 古人认为呢 掌握着这三术呢 那就跟神仙差不多 这可能也是真的 因为这些树呢 现在基本上都失传了 你看太乙术 现在基本上没有 大六人呢 这两年呢 有些人发觉 想把它恢复 但是也很困难 奇门遁甲 也是一种状况 也是有人呢 想把它 恢复 这奇门遁甲 这词呢 可能咱们在 在金庸的小说里看见过 这个奇门遁甲呢 有所谓 兵家奇门 和这个树术奇门 那个兵家奇门呢 就是说在 军事上 使用的这个奇门遁甲 就是作战的时候 而咱们现在说的呢 就是说的 树术奇门 就是在 预测术里边 用的奇门遁甲 据说诸葛亮呢 就会这个奇门遁甲 所以非常神 还有咱们经常说的 这个像术啊 风水啊 什么的 这些东西呢 它都是 以周易 为重要的 理论基础 在你比如说 这个刚才咱们说的 三树 这三树呢 它都离不开 这个所谓盘 古代叫式 式就是那个 式样的那个式 就是咱们现在说的 那个盘 这个盘呢 里边呢 它总有一个盘上 画的是 这个周易里边的八卦 一般的呢 这个是地盘 上面的还有人盘 天盘 神盘 非常复杂 但是它的基础 都离不开 周易 这个 咱们在 大家看一下屏幕呢 屏幕上也有一个这个 地盘 地盘呢 就是 它 画的就是这个 八卦 代表这个 在各个方向 啊 坎卦是北方 南 鲤卦是南方 等等 啊 所以呢 这也说明了 这个周易呢 在中国的这个 老百姓的这个 里边呢 它很有基础 影响极为深刻 所以呢 这个周易呢 它这个包括 或者数数文化啊 它也是古代文化史的 这个重要的内容 啊 那么 除了刚刚 咱们说的这些啊 这个周易呢 还是 啊 儒家的群经之首 啊 在这呢 咱们也简单的啊 咱们看一下 大屏幕 咱们简单的说一下 中国的儒家 经典的这个 形成过程 现在咱们说到 儒家经典 啊 一说到儒家经典 肯定 都是提到 十三经 十三经 它的形成呢 是经过了一个 非常漫长的 历史阶段 啊 首先呢 在先秦时期呢 是有六经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这五经 诗书礼艺春秋 基础上 再加一个 音乐的乐 啊 乐经 诗书礼艺春秋 乐 啊 那么大家想一下 这个乐经 在什么时候失传了呢 啊 就是在秦始皇 焚书坑儒的时候 啊 所以 到汉代 啊 就只有五经 刚才咱们说了 汉武帝的时候 历五经博士 啊 已经没有这个音乐的乐 啊 中国古代呢 其实对这个音乐 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孔子说 这个听了韶乐之后 三月不知肉味 啊 可见孔子呢 这个音乐心肠水平 也是非常高 啊 从近年 这个出土文物啊 曾宏以墓里边 出土的这个 编钟 啊 编钟出土之后呢 很多人认为 那么世界的音乐史 都要因此而改写 啊 因为它 太先进了 啊 远远超出咱们的想象 啊 两千多年以前 也已经有这么 精准的编钟 啊 而且这么大型的 这个 无论从重量 从这个体积啊 从这个建树啊 都是超乎 现代人的想象 啊 而它的精准 它的这个 内部的精量 更是大大出人意料 所以中国的古代呢 这个音乐 还是非常发达的 所以有乐精 啊 但是很可惜的是 让这个秦始皇 焚熟焚熟的时候 给烧了 啊 那么这个五经呢 到 唐代中期的时候啊 这个五经就发展成为九经 啊 这个五经发展九经呢 大家记的时候呢 就记住了 实际上就是 这个五经的基础上 礼经和春秋 这两种经呢 都 从一个变成了三个 这样加一块 正好就是九个啊 礼经呢 变成了周礼 以礼 礼记 三种 春秋呢 变成了 春秋经变成了 春秋三传啊 就是所谓 春秋 公羊传 春秋 古梁传 春秋 左式传啊 这个传 大家考虑 是什么意思 啊 左传 咱们都知道的 左传啊 在座的肯定都听说过 左传 都看过左传 啊 咱们刚学的 这成步之战啊 这些都是左传啊 咱们说过了 这个 这传啊 就是解释的意思 啊 所以这个 公羊传 古梁传 就是一个姓 公羊的叫 公羊高 他做的解释 对春秋的解释 古梁传 就是古梁赤啊 高就是高 矮的高 赤就是那个赤色的赤 古梁赤 他对春秋 做的解释啊 这样由于三个人的解释 不一样 所以就形成了 春秋三传啊 三种就是对春秋经的 三种解释 那么到唐代末期 就是唐代中期 当唐代末期呢 在这个九经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三种 就是 论与孝经而雅 啊 又增加了三种 这样在唐代末期呢 就形成了十二经 那么现在咱们看的十三经 大家想象还差哪一经呢 啊 就是孟子 孟子 孟子的 成为经书啊 他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阶段 很长的历史时期 啊 呃 这个从 呃 可以说是从唐代末期 一直到南宋 啊 经历了好几百年的时间 孟子呢 才逐渐的 由子部书 变成了经部书 因此呢 这十三经的最终形成呢 是在宋代 这十三经里边 啊 第一部 位列第一的 那就是义经 所谓群经之首 啊 那么周易不但是儒家的群经之首 而且呢 还是道家的群经之首 啊 中国古代 咱们提到中国古代的文化 经常呢 是这个 儒士道三家 啊 在这三家的经典里边 周易啊 既出现在儒家经典里边 又出现在道家经典里边 而且在这两家的经典里边都是 首位 占首位 啊 都是位列第一的 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周易 他在中国古代 他在中国古代 思想 文化 思想史 文化史中的这个地位是 无法取代 无可取代 啊 现在呢 给大家提一个问题 啊 就是这个十三经里边啊 现在被公认为是哲学术的 公认为是哲学术的啊 应该是只有是这个周易 啊 那么 大家就考虑一下 为什么十三经中只有周易 啊 被现代人认为是哲学术 这个问题呢 呃 呃 不给同学们答案 呃 就是供大家 长时间的思考 咱们现在 这个用的成语里边 有很多呢 也是脱胎于周易的 呃 有很多呢 是直接来自周易 就是周易的原词 比如自强不息 啊 厚德载悟 格顾顶心 不速之客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啊 穷德思辨 啊 等等 啊 还有些呢 是从周易里边 派生出来的 比如 扭转乾坤 九五之尊 啊 匹吉泰来 啊 啊 等等 啊 你比如 匹吉泰来 这个匹和泰 就是周易六十四卦里边的 两个卦的名字 啊 现在大家考虑一下 中国历史上 哪个朝代的名字 源于周易 啊 这个呢 可能一般的同学想不到 啊 他是 元朝 这个翻开周易的话 第一句话 就是前 元恒里真 啊 这个元 就变成了元朝的 这个 朝代的名字 啊 咱们大家想一下呢 元朝 恰恰是少数民族的 朝代啊 作为统治者的朝代啊 而他 对这个中原文化呢 非常重视 所以呢 他偏偏选了这个周易 里边的 字 作为他的朝代名 咱们大家再想一下 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国旗上 有周易的内容 啊 这个呢 咱们稍微想一下 也能够 想得到 就是韩国 韩国的国旗上 就有 前空 坎离 四个卦的 图形 而且是 所谓三妖卦 啊 不是六妖卦 这倒是咱们再仔细说 啊 这千根坎离呢 代表是天地水浒 啊 实际上就代表宇宙 周易呢 他对 所以呢 周易对 不但对中国的影响 非常深刻的 对世界的影响 也是十分深刻 啊 这个倒是咱们还要讲 啊 周易呢 还有一个世界之最 就是 注视 解释 研究 周易的书 达三千多种 啊 这个 排名第二的可能是圣经 啊 对圣经的研究也很多 但是呢 仍然不如周易这么多 啊 圣经呢 我甚至看呢 有的外国人呢 用圣经的这个 啊 他的这个字母 给他重新排列 就像 破译密码一样 啊 比如说 隔两个字母 提出一个字母来 这样呢 把圣经又 重新排列之后 又变成了一本新书 据说 这才是 圣经的真正的含义 啊 这种 研究方法也很离谱 啊 但是呢 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国外对圣经的 是何等的重视 啊 他们研究周易已经是 啊 研究这圣经啊 这个 可以说也是挖空心思 啊 从这个 想不出新的角度 居然从这么一种角度 去研究圣经 周易呢 不但是中国历代的哲学家 思想家 都要认真研究 啊 而且在世界上的影响也非常深刻 比如对爱因斯坦 黑格尔 莱布尼茨 等等 啊 都有深刻的影响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咱们为什么要学习周易呢 就是为了形成最佳的这个知识结构 啊 所以咱们大家应该考虑一下 就是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 什么样的知识结构 才是最好的 最佳的知识结构 啊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 从五四运动以来啊 中国的教育啊 基本上就是全盘西化 啊 从小学就学数理化 啊 英语 哦 当然古汉也学一点 啊 但是 咱们在座的包括我 啊 包括我的 咱们在座的地方 咱们在座的地方